欢迎收看生活快通 大家好 我是玉琴 那么在6月22号 我们的内政部做过了一个统计 也就是说 从明年开始 台湾正式步入老年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跟社会了 那么当然他们也特别做了 这样子一个研究的报告 也就是说 在2060年 这些老人当中 其实有百分之将近80万的人口 可能会属于失智 或者是有可能成为 失智族群当中的 这样子的一个高风险群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我们年龄层越来越大 或者是我们老年人的社会 在他们的精神上面 在医疗上面的一个照顾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那么当然今天也邀请到了 这方面的专家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 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 一些失智上的问题 我们身为家人的 应该要如何做最好的预防呢 好 欢迎我们的黄医师 黄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那么我们在聊到老年人的 精神方面的一些状况 跟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聊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精神科 这样子的一个科别 其实对于我们 比较保守的东方人 台湾人来说 他是比较难以去接近的 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 叫我去看精神科 我不是精神有问题 有什么我会看 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个比较 应该在那个年代 算是比较冷门的科系 对不对 我自己是因为走过内科 那走了内科之后 我发现说 我所希望的那个 全人的照顾的那种感觉 能够在那里找到 可是我发现没有 因为他后来都越来分科越细以后 他就比较 比较很多的技术 很多的检查 所以对于人直接的精神 或心理的关怀 相对会少 而且比较不够专门 所以我后来觉得 我其实蛮热爱 了解人的心理 还有精神状态 还有脑 就是说这个脑 到底他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脑一有问题 就会表现出很多很多的症状 所以我就决定再转精神科 当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是让你能够转到精神科的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在第三年内科的时候 我已经接触很多中风的个案 那中风的个案很有趣 它实际上是 回想起来它像是一个大自然的实验 它就有的人中风在脑的这个地方 有的人中风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会表现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它就会产生幻觉 有的会产生忧郁 然后有的会有更多奇特的现象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好奇 我们这个脑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好像一个大宇宙一样 对 这是一个影响我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在那边照顾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个案 那虽然是在内科 但是他们 常常他们在生病的时候 都有很多心理上面的痛苦 那当我在那边跟他们 照顾他们的时候 我发现我似乎很有 也很有这部分的这个倾向 我会愿意听他们讲 其实这就是同理心 对 主持人是很专门 其实真正的同理心 还是很多人不了解它是怎么做的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那后来到精神科之后就 更深入了解这整套 所以我是觉得 大概就这些例子 事实上让我觉得 我终于可以比较完整去 在医疗的领域里面 看到一个比较全人的概念 我了解 因为也许在内科的那样子的一个 那个专业的领域当中 您看得到比方说这是疾病 然后看得到的就是 什么样的疾病 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病兆 其实它对于所谓人的情绪 人的心理 跟人的一个行为上的变化 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接触的能够了解到的 后来所以您就转职到了 所谓的这个精神科上面的领域 那后来为什么也特别针对所谓的老年人这个部分来做研究呢 我常常开玩笑就是因为我在内科 我像那个中风 或者是我有很多的其他的个案 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大 我发现我蛮有老人的缘 特别是老的女性 所以 所以我跟他们在互动的时候 施买杀手 我发现他们 他们一方面跟他们谈有很 他们也有很多人 他们很愿意跟你说他们的心事 对 他们会好像很自然就会跟你讲 后来我了解 因为可能还不是 不是很多医师 会花时间坐下来听他们讲 其实他们是愿意讲的 那我可能是比较少数愿意听的 所以我从那个过程中 我也觉得说我也有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就我们也很顺利的可以 照顾了他们的生理状况 让他们很顺利的出院 对 像有一次有一个 我记得那一幕我都还记得 那个他是 我花了很多力气 把他照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他要出院的时候 他一直握着我的手 老太太吗 老太太 然后我们就一直病床 一直推推推到门口 是 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说 医师 你一定会有好子孙这样 那个在 那个是台湾人的那种 非常非常深刻的祝福 对 他是一种深刻的祝福 那对我来讲 我当然我也觉得很感谢 能够有这么好的一段 这种医病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 其实人是有温度的 对 但是这些温度其实有 往往我们在整个所有在您看诊 或者是说在您跟这个医病当中 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互信 跟那种友谊 其实是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 也让你真的 因为这样有更多前进的一个力量 投入在所谓的老年人的精神科的范畴当中 那比较目前为止 真的因为即将真的步入到 所谓的老年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我们从明年开始 因为现在第一 少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年龄层 完全往上拉大了 那比较常见的一些老人精神上面的疾病 你的状况会是哪一些呢 其实老人最常见的精神状况 就是失智跟忧郁 这两个占最大宗了 像忧郁在台湾的调查 因为到社区去台湾有做过这个研究 百分之二十的老人有忧郁 而且这个忧郁还不是一般的 忧郁的症状而已 是已经有影响它的功能了 换句话讲已经有一点严重度 当然它也包括那个很严重 还有有一点严重的这样 这样就有百分之二十 那这个是在社区调查 那你如果在门诊的话 那当然更多 那更高 你如果到安养院那更高 那另外一个就是失智症 失智症目前台湾的调查 大概如果比较早期的算进去 是八百分之二十五岁以上 换算起来大概是二十万的 老年人口有二十万 但二零六年年经过统计 可能到八十万 有一部电影叫做 我想念我自己 其实它讲的 其实就是失智症的状况 那其实如果真的碰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病患 他们在求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故事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讲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 她是一个老太太 她现在已经九十三岁了 还在看我 大概十多年前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那时候是 因为有一些内科问题 头脑错乱 所以她来看我 但是等到那个问题 我把它解决以后 我发现她其实是失智 就是她本来就有失智 对 然后她 因为失智人就脑部比较脆弱 所以她更容易 因为比如说一些发炎的 或者是感染 她会暂时会错乱 那个叫沾望 等到沾望好以后 我们发现她是失智 可是她是很轻 那时候还有很轻的失智 从那时候 我就看她看到现在十 应该差不多有十三年 她其实在台湾 完全没有 没有自己的亲人 她只有一个远亲 远方的侄子 是 那从一开始她 我们两个都很熟 她每次来都可以叫我的名字 然后说一些我的事情 到现在她已经完全忘了 我是谁了 她忘了我 她看到您也不记得 她不认得我 然后她也忘了她自己是谁 所以你拿镜子给她看 她不知道那个是她 然后她的名字她也忘了 但是她是一个修养 非常好的一个女性 所以她即使在退化到 这个状态的时候 她还是很有礼貌 她还记得优雅 她还有礼貌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人的教养 其实真的是影响一生 那她在这个十多年的过程里面 我帮了她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方面当然我们是照顾 那二方面 我们在照顾失智的老人 一般人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是 你要注意 她要预立一个医疗的代理人 然后再预先交代一些 她的这叫做法律相关的 财产相关的一些交代 当然你也可以说她是遗嘱 但是她其实不只是遗嘱 因为她其实她家是蛮有钱 她妈妈留给她很多财产 所以她不愁吃穿 但是她失智 所以有一天她会搞不清楚 她的钱放在哪里 她甚至搞不清楚 她的存责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事先安排这件事情 大家清醒的时候 就让她去做一些安排 其实她就是做 先把这些内容先写下来 她是去做的 提醒自己 对 她是去做信托 对 等于是她每个月给她自己十万块 当然她透过有法律程序 所以她的钱就从此不会 别人动不到了 她只有固定 然后她有一个 等于是一个她委托的人 那个在必要的时候 会跟她的律师一起 做一些对她需要的支出 了解 那在医疗上也一样 她需要 她要有一天 她会不知道 她自己当生病的时候 怎么做决定 对 因为她根本搞不清楚 是 她不知道要不要开刀 你医生跟她说明 她也听不懂 所以这时候 要预立一个医疗代理人 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在台湾还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是觉得 她这是一个 甚至我们蛮安慰的一个历史 因为十三年 不算短的一段时间 那从十三年第一次 一直到现在 她已经 您刚刚说她九十三岁 九十三岁了 阿文 OK 好 所以其实真的要有 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概念 等一下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再请教我们的黄医师 再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他们所需要的 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应该要做哪一些些 万全的一些准备 然后来好好的陪伴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当中 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在台湾人口的老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况之下 好其实在内政部统计过 那104年全国老化的指数是92.18 这其实比例其实非常非常之高 那平均每一年会增加大概6%到7% 最快最快就是到我们的明年的时候 这个指数会破败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看到65岁以上的人口 会大于14岁以下的人口 我们已经步入了真正的老年化的社会了 您怎么看这个台湾社会面临老年化的一个冲击 这个冲击当然是很大 我们随便讲几点 第一个就是说当老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一般而言 包括台湾在内很多国家 都认为整个社会还是存在这种氛围 就是老了就是退休 不用做什么事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 他也是比较被认为没有产量 没有能 没有这个可以有贡献的一群 对 下意识的大家也是这样认为 连老人都自己这样认为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们是有可能蛮大比例 是需要被照顾的 是 特别是这里面的老老人 那换句话讲 整体来说呢 这一群其实在社会上 其实是大家呢 如果仔细想会觉得说 又爱然后又痛苦 因为你又不得不照顾他 因为他可能是你的长辈 你的父母 可是你这些成年人就很累 他下面还有小孩要养 然后他还要照顾这一群老人 然后常常少指化的结果就是 儿子就是天天在赚钱 那根本整天可能很少 跟爸爸妈妈有机会讲话 因为他下班之后 甚至都还有事情要做 那就算他有时间 他还有可能 他还有小孩要照顾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 窘迫的状态 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 要做一些观念的改变 比如说 第一个很重要 我是觉得老年不应该是 被视为 或者是自己视为 自己是一群不再有 没有建设 没有功能的 对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功能 你们仔细想 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已经 女生到82 男的到79 其实大部分的人在大概75以前 都还蛮能做一点事情 比如说我们最想推的 政府也有在想 可是好像想很久 好像没有真的有在动 就是应该要让年轻老人 在社区可以照顾年老的老人 就就地的老化 对 那当然我这样一讲 应该大家都懂 只是说它的技术层面 怎么去实现 像荷兰他们已经开始有 那个祭典 就是说我如果在社区里面 我去服务老人 那我自己会祭典 我服务一小时就是一点 对 那我现在是年轻 不管我现在是年轻人 中年人或是年轻的老人 我都可以做这个事 那等到哪一天我老的时候 也有人会来 因为我累积了两百点 就会有两百 两百个小时有人来服务我 他是用这一个方式 非常公平 那像这种事情 他不是赚钱 可是他其实是赚到 你自己未来的福利 是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其实老年人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其实 像我到日本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们那个 很多的公共设施 像很多 他们不是有很多宝吗 对 各式各样的宝 是 那这种宝 他们有很多在那里面 服务的志工 其实都是老人 对 他们每天都很高兴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就觉得 很明显这是一个双赢 对 因为如果这个老人 他有 他觉得他生活有价值 有目的 有意义的时候 他比较不会生病 而且他退化的能力 就会慢 稍微比较减缓 对 所以他一方面是对社会有贡献 二方面要减轻家人的负担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解决老化问题 本来就应该 应该要走的路 所以其实经营老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其实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其实在 我觉得有关当局跟我们自己家庭 其实我们应该互相的配合 跟老年人自己本身 应该也要真的 能够投入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概念 那目前台湾都还没有做吗 目前 对 现在我们都做的还是比较被动的 对 比如说我们就在社区弄一个 现在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他在台北市是每一区 是每 对 每一区都有一个老年的日间照护 可能还不止一个 但是他老人失智的照护 他现在也推每一区有一个 可是你想这个概念还是 比较像是说 我让一些老人 他因为他失智了 所以他找一个地方把它集合 让他白天可以在那边 可以一方面减轻家里的负担 可以参与社团 或者是一些社交上的生活 这个城市还是比较集中在 不是那么积极 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更积极 就是让那个很健康的老人 他也进来参与 有能力去奉献 去贡献 他也在社会贡献 那当然他也可以去日间照护 那里帮忙 可是他也可以在社区里面 邻里的角落去帮忙 所以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 即将步入所谓的老年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现象 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种参考 跟可以稍微学习的一个对象 利用这个国外的一些经验 然后放在台湾 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真的 即将步入这样子的社会的一些隐忧 能够稍微减轻 那在您的整个所有的这个 医疗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曾经看过 哪一些些人 对于所谓的这个老年人的 我们回到失智症的话题 这个失智症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除了我刚才讲那一位老太太93岁 她等于她的整个失智的过程 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可以让大家参考 那另外一个 我讲一个年轻的 这个我们偶尔会看到那种 五十几岁就失智的 那她可能是某个电子公司的总经理 什么或者是重要的人员 可是她发现说越来越记不住东西 所以她工作就开始出现困难 那当然通常就一方面来看 一方面她就工作上也许就会 就慢慢就停掉了 那这个对她的家庭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像我看过的有的 我们就会在那一个状态呢 提早看到一个家庭 她面临一个危机 因为可能她太太也才四十几岁 小孩也可能才十岁以下这样 所以那个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因应 事实上是需要蛮多的这个考量 那简单说就是我们可以协助的是 一方面当然让她 让她的病情的减缓的速度 尽量变慢嘛 包括用药物非药物的方法 对 可是我们也会同时提醒她说 你要把握你现在 寄信的这个黄金时间 因为她毕竟还是在早期 对 也许三年后她会进到中期 如果快的话 当然我们很希望她变成 可以延缓到七八年后才进入中期 再说 不管怎么讲她还是有限的时间 对 那她必须要争取这个有限的时间 赶快去做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比如说我常常就会告诉她们说 到一个适当的时间我会请她去想说 如果你就只剩三个月的寿命 什么是你最想做的 所以她 当然她不只剩三个月 但是让她自己去想 那她就会很清楚 她会想到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 我们希望她能够在这一年内 赶快把它完成 其实这往往这些事情都包括说 她对于家人 她怎么想要照顾 那也有包括她自己在慢慢老病死 这个过程中 她要怎么样去安排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不知道说 失智的老人 他到底有某阶段的时候 常常会吞咽困难 那吞咽困难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要给她插一个鼻胃管 还是你要慢慢给她喂食 她可能要喂一顿饭要两个小时 对 到底我们这个家庭有没有这个人的力 人 人力可以去做这个事 还是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 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人家插一个鼻胃管 在我们的身体 还是要人家慢慢喂我们 其实这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再往后一点 还有一个更戏剧化 就是你倒是知道更严重的时候 通常身体也更衰弱了嘛 所以他会常常比较瘦弱 然后很容易感染 那一感染之后也许是 严重的话是败血症 败血症这时候要救命 常常要插管 是 当然你管插上去 在这么一个瘦弱的老人 有时候拔不起来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考虑到说 你要不要预立遗嘱说 以后当我遇到这个状况 我是要插管还是不插管 还是不插管 这个也几乎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部分可能真的就要 就要让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当然这是一种病程的发展 最后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都希望说 不要啦 这个不会不要碰到我啦 或者是说 不要再教我这个时候 可是这必须要面临的 所以当下的一个抉择 可能就要专业跟情理方面的 互相的一个考量 取得共识之后 可能才能够做一个最 对病人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好 我们先暂时 跟黄医师聊到这边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之后再来聊聊 到底什么叫做失智症 它会出现哪一些症状 有哪一些症状 是我们可以让它延缓发生的 或者是说 让它完全没有办法发生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机会吗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继续聊 好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再来聊聊所谓的 失智症的话题 那么当然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是绝对会经过所谓的 生老 这个老的这个字眼 其实真的说是 我们不想要被人家说 你老了 你什么东西都记不住 你现在好像有失智症的 那种现象 可是很多人在讲说 到底什么叫做失智症 符合哪些条件 才叫做失智症 失智症如果很简单的说 就是它是一个脑部的疾病 所以你只要任何原因 去破坏了我们的脑部 破坏到一个程度 影响到它的日常生活功能 这就叫失智症 那当然它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举个例 像最常见一个叫 阿兹海默的失智症 它就是脑里面有 某一些原因 之后它造成 它会堆积一些 有毒的蛋白质 那这些蛋白质 其实我们正常人 也偶尔会有 但是我们有能力把它清除 我们的免疫能力 对就正常的 但这个阿兹海默真的 它没办法 所以它慢慢慢慢堆积堆积之后 堆积到哪里 然后你就慢慢就破坏 破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会明显的影响到这个老人的 日常生活功能 比如说他就开始不会去提款 或者是烧开水 忘了关 这种就会到一个影响到功能 那我们大概就是拒捕 这样的条件就叫失智症 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 血管性失智症 这个蛮容易理解 就很多人不是中风吗 通常它就是三部曲 高血压或者糖尿病 然后接下来就中风 中风之后 你中风越多次 脑破坏越多就变失智 就这样 那像这一些呢 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知道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不过如果你以血管性这个来讲 很明显 它是有所谓的危险因子 你只要能够预防中风 你就可以预防血管性失智症 你要预防中风 你就去预防高血压 预防糖尿病 所以它这个是有一个 很清楚的脉络 是可以做的 可以预防的 那同样 阿兹海默症虽然没这么清楚 可是还是有找到一些 它相关的危险因子 那也许等一下我们再说明 就是这些危险因子 我们如果知道了以后 我们想办法避开这些危险因子 然后尽量掌握到一些 所谓叫保护因子 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失智 所以其实刚刚除了讲到 比方说可能三高族群 要特别注意 对不对 那失智症其实还有分很多的原因 对不对 它不见得是跟遗传有关 但全球根据统计 其实将近有三千万的人口 其实是罹患失智症的 那它还有哪一些原因 是会引发失智症的呢 另外 另外当然也有一些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 不过整体来讲 它叫做退化性的一种脑部疾病 就不知不明原因 它脑里面呢 会有一些病变之后 它会慢慢退化 退化就是它慢慢萎缩 慢慢萎缩 其实它就是脑细胞 逐渐逐渐的破坏 所以它不像说 是好像你突然间一个车祸啊 或者一个脑瘤啊 对 然后整个这样 它是慢慢的 对 它是慢慢的 这是一大类的 这个是不是会很难发现 很难早期发现 它通常会比较慢慢的进行 所以你不会突然 意识到说 它跟失智症有关 除非这个比较是专家 不然他们会 通常到明显的症状 它才会发现 对 好 那这里面就包括 像额逆失智症啊 入浴尸体失智症这一类 不过呢 跟可能各位听众 比较有关是 有一少群的人呢 它是一种可逆性的失智症 换句话讲 就是说你发现了之后呢 你可以找到说 那一些干扰它脑部机能的原因 而且是可以直接处理掉的 像哪一些 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甲状腺功能不足 就太低 那你就补充甲状腺 对对对 因为它就是一直不足以后 它的那个脑的反应 会变很适动 错乱了 那这种检查之后发现了 就可以处理 它有一些少数 就是脑部有些感染 那它一开始 它可能像失智 可是你来检查之后 发现它其实脑部有些感染 所以我们就治疗那个感染 对 差不多在一百年前 最多的就是梅毒 因为那时候梅毒是没有药可以吃 然后到处都会蔓延 他们有时候会感染到脑部的时候 它就会像失智的表现 它就有可能是这样 对 但是像现在这种都是 可以用药就把它治好 那还有就是维他命B12的缺乏 如果缺得太多 像很多吃素的人 他都不吃奶不吃蛋的 他会缺维他命B12 所以这时候B12的补充 那像这种就是可以补充 就可以改善 还有一群就是忧郁症 忧郁症 忧郁症有时候在很严重的时候 对 看起来很像失智 那有 所以通常这就要让医师来 做鉴定 做鉴定 那有时候就是你把它失智 把它忧郁治好以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 所谓的好像失智的现象 也明显改善 那就黄医师在临床的 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目前台湾人口 失智症的这个年龄层 大概是在哪里 有没有真的有偏低的现象 是这样 倒不会偏低 而是我们以前台湾因为 民众的这部分的知识 比较不足 通常都是当个案已经很乱了 就不好了 其实就是医师 就是疾病已经进展到中期之后 才会带来就诊 那现在因为我们整个 各方面的卫教 还有资讯发达 大部分带来都已经在初期就带来 然后甚至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 是在初期更早期的 就是还没有可以诊断失智症 可是它已经有一点点初期的症状 那个叫做轻度认知障碍 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有人也会来了 那这个完全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关系 那一般来讲65岁以上 失智症的分布是这样 就是65到70 算比如说它有一个比例 然后70到75的失智的比例 就会比65到70 再高一些 多差不多多一倍 会多到一倍 所以这样一直一倍一倍上去之后 通常到85岁以上的人 可能就四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失智 了解 就越老就越会失智 越容易 那如果真的家里有失智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的长辈的话 我们身为家人的 应该要怎么样从旁协助呢 这个当然很广 一方面失智的老人 他也同时会办有很多 生理的问题 这非常常见 所以就家人来讲 我觉得还是第一步 我们就建议先带来跟医师看过 然后最好这个医师 不要太多个了 虽然他可能这个 这位长者他有好几个病 他本来可能在看四五颗 对 我们最好把它精简到 可能比较两个医师 甚至一个医师 是 然后呢 这样他不会多重用药 因为他如果看四五颗 他吃的药一定非常非常多 那这些药又会产生 一些交互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 很基本的常识 那第二个就是 当你这个过程简化了以后 渐渐我们就可以把焦点 弄得很清楚 比如说你怎么样 让这个老人 他每天有一个固定的 生理上面的作息 比如说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做运动 这种schedule 这种作息要排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心理的部分 尤其是他比较轻的失智症 我们希望他延缓他 所谓衰老退化的速度 所以就会开始建议他 在心理层面要多学习 多人际部分要多互动 多接触别人 那这几个都是已经目前知道 是有效的 是 延缓失智的方法 就是要学东西 这个学东西不一定是很严肃 包括说他去学做菜 学唱歌 学插花 学跳舞 只要他觉得有兴趣的 都可以 打麻将也可以 因为基本上 他就有用到他的脑部 是 然后人际的互动 一般来讲 我们是希望有两类 一类就是说 你有比较多的人的互动 这算是增加刺激 是 比如说有的人 他又参加一个运动团体 他又参加一个上课的团体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多 可是要注意另外一种 人际关系是属于 量 人没有很多 可是是比较轻的 比如说就是 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做 爱与支持的人际关系 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把心事告诉那个人 其实我们常常在精神科 看到很多患者来就医 我问他说 你有心事的时候可以跟谁讲 他竟然都跟我说没有 还不少人 他情绪没有办法疏解 所以像这种其实是很悲哀 那如果这样的人到老的时候 通常他的愈后都不好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常常也许年轻人 台湾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 我们说北部就是这样 就有时候其实他明明知道自己身体 其实已经出现一些状况了 他可能碍于面子的问题 想说我不要跟我的子女抱怨 我一抱怨 那真的增加我自己的子女的负担 然后他可能真的要花时间来照顾我 所以其实久而久之 他把很多的比较不舒服的情绪 可能慢慢的压抑 他情绪没办法抒发 当他没办法抒发的时候 他说来凶 对不对 其实真的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建议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家人 可能会面临所谓的 有可能失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当当他的最好的听众 对 就是当听众就好 是 你也不一定要给建议 对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误解说 这个要当听众就一定要给建议 对 要去安慰人家 其实不一定 你就当听 一直要陪伴 听 接纳就好 对 接纳就是说我了解 我了解 当你这个去接纳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他感觉怕你讲过了 心情就变好了 有没有 当他的情绪有了出口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可以慢慢的减缓 也可以慢慢的改善 是 好 那我们先暂时聊到这里 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 再继续跟我们黄医师好好聊聊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其实失智症 严格上来讲 他是一条不归路 他其实真的就是症状 当症状确定 他是所谓的失智症的时候 他只有慢慢的 可能真的就恶化退化到最后 那如果真的我们碰到的话 身为家人的我们除了陪伴 除了倾听 那在整个跟医师专业的 一个配合上面 应该要抱持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还是比较OK的 我是觉得 最好就是跟医师是合作嘛 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我们的医师 都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来谈 但是因为台湾的医疗现况 就是门诊的时间 很短 就是三长两短这样 等的时间很长 进去看很短 那所以有一些医院 现在台湾是有一些医院 已经开始做出叫做失智中心 换句话讲它是一个团队 那医师看病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可能要说明的部分 也许跟家属有关的 就到社工师说明 那如果另外跟某一些 这个心理层面有关 也许就心理师说明等等 那我们是寄望未来是尽量这样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是也有一些咨询专线 也可以来讨论 协助讨论这些事情 像这个台湾市自治症协会 还有它本身政府 现在已经给它一个 专门的专线电话的经费 所以它每天九点到晚上九点 都有一个这个专线 那你假如在门诊时间不够 可是你有疑问的话 家属 我都是劝家属 就马上打这个电话 因为他们的接线的 这些也都是专业人员 所以它可以告诉你说 最直接的方法 那这时候你在生理上 你可以做什么 心理上可以做什么 然后你社区有什么资源 你可以考虑 有个社区有日间照护中心 台湾也有 台湾有几个很有名的事情 像那个有一个叫瑞治家庭 以后如果有时间 也许我们可以讲 它实际上就是在 陈水扁的家做的一个 市自治症老人聚会的地方 那在那边可以大家等于是 市自的老人在那边就可以互动 对 然后家人呢 比较不会说好像一个人在家里 照顾这个老人很辛苦 是 那另外就是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 他们也都有提供这部分的咨询 那我是觉得 希望回到实际的状况 就是家属带着长辈来看病了之后 如果他觉得不明白 不妨都先咨询这些机构 或者是专线 是 然后呢 之后就想办法统整出一个计划出来 叫做照护的计划 照护的计划 对 就是你要慢慢形成一个照护计划 比如说举个例 如果这是我的爸爸 那他现在失智了 那我现在每天是早上九点 我要出门上班 对 那我就会想说 谁来照顾他 对 我出门之后是谁照顾他 那他要怎么安排 你就是把他想好 这样一套 对 然后那个作息比较确定 比较明确 因为实际的老人 他已经记忆不好 你如果每天的作息又变来变去 那对他来讲 也是一种折磨 只是折磨 然后他就会变不好 变不好 然后我们还以为说 他是不听话 或怎么样 然后就带到医院去说 他都最近不听话 你给他吃药吧 那就越吃越多的镇定剂 然后他就越乱 所以像这种叫做恶性虚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最好是一开始有一个 比较完整健康的治疗计划 是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说 老人家跟小孩是一样的 像我自己因为有了baby 然后有了小孩 你才知道说 原来当妈妈的是要 这样子照顾小孩 可是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我们的孩子会长大 其实我们也希望 他能够像当初我们照顾他一样 反过来照顾我们 但这个时候其实真的 当家人的态度 跟他的这个照护的 这样子一个能力 就很重要的 要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评估了 很多人可能会碰到说 家里有一个是这阵的老人 我就上班就不败了 贪费就不败了 我会把你们孙子爱吃 这样我继续把你送去安养院好了 有没有曾经碰过这样的例子 当然有啊 只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 慢慢也要来想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很 我们当然一般传统是认为说 跟小孩在一起是比较好 比如是这老人跟他的小孩 但问题是我们又很清楚说少子化了 然后小孩要出去工作 所以你跟小孩住 你就等于是空巢啊 是 你白天都是你一个人 那这样有一定比较好吗 所以还是要评估啦 对 我们现在是比较希望 未来整个长照的计划 还有就是说大家 因为都比较有预防老化的概念 你自己会存一点老本 是 然后呢等到你老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个规划了 比如说你要去住哪个安养院 对 其实可以考虑这样 不一定不好 如果那个安养院有符合你 你认为的这个需求的话 像有一些安养院 安养院也有分不同的 有一些是全部都是比较健康的老人 对 他们其实不需要人家照顾 他只是这群老人住在一起 对 他们反而互动互相照顾 平常可以唱唱歌聊聊天 另外有一个是半自助的 就是说要有一部分协助的 是 那最严重就是可能 要全长期照顾的 全部全人照顾的 那像这种 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去衡量 对 坦白说我是觉得 我们这一代不应该再是想说 你老了就还要跟你的子女住在一起 因为真的不一定会比较好 对 你最好是想一下 是不是能不能说多元的想法 如果说在某个状况下 你跟子女住 那也许是好的 可是如果在某个状况下 你跟子女住变不好的时候 你就换第二个方案 也许去提早 赶快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 这个老年的一些中心住在那里 而且他也许他有他自己本身 在那个地方所建立起来的社交圈 当然 那其实真的聊起天来 就是天然地美的聊 其实真的有聊天的对象 你的情绪也有一些抒发 然后再来他们可能有一些活动 或者有些运动 不管土风舞也好 舞蹈也好 或者练功夫也是好 对 其实真的也是另外一种 不同的一个选择 但是来最后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黄医师了 就很多人都想说 我好怕 我好怕我忘记我自己是谁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部电影一样 我想念我自己 她也许是在职场当中 叱咋风云的一个女性的人物 可是那个故事的主角 到后来其实她慢慢地 连自己可能要上厕所 在自己的家里 厕所在哪里 我可能都不知道 甚至尿裤子了 那个对她来讲 其实心情的反差是很大的 有没有可能让失之症 尽量远离我们 靠生活作息做得到吗 好 这是很好的问题 也是我最希望传递给我们观众的 基本上 五个关键因素 这五个如果你做得到 对 目前认为应该是对 失智的预防很有帮忙 那一旦失智 如果你认真做 她也会延缓那个失智 是 第一个就是运动 运动 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 支持说运动本身 对各方面的健康都很有帮忙 包括脑 它甚至可以让脑 长新的细胞 现在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说 你吃一吃它可以长新的 还找新细胞 但是运动可以 运动可以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从年轻的时候 就培养运动的习惯 然后一直到老 是 那第二个就是学习 学习 学习其实就是脑的运动 就是用脑 所以这很简单 那就是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要去做 对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人际关系 特别是有支持性的人际关系 那支持性的人际关系 尤其是对失智的老人 这个漫长的过程 它历经了很多痛苦 对 会是一个解药 因为其实在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这个老人 如果有人 可以请听 你觉得是 你会很放心跟他讲 对 那本身就很有疗愈效果 第四个叫做地中海事的饮食 什么叫做地中海事的饮食 这个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你就会知道很完整的内容 我现在简单讲一下 一般它就是 它不吃肉 然后它就是地中海沿岸 那些国家 他们慣常吃的饮食 大部分有很多的坚果蔬菜 坚果跟蔬菜 喝一点红酒 是 橄榄油这一类的东西 那第五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避免心血管疾病 其实就是在避免 我们刚才讲高血压 糖尿病这些 因为这些就是血管性失智症 你只要它支含默的失智症 常见的危险因子 所以这五个大家要记得 不是在你老的时候才做 因为到了时候 你的那个脑破坏得差不多 就太晚了 对 目前认为最迟最迟 要在四十岁就要做了 四十岁就要做 本人晚了几年 晚了几年还来得及吗 好 回去马上游泳 我们家社区游泳池开放了 有没有 就是挑自己喜欢做的运动 然后再来 其实真的讲到饮食 就是健康 然后再来就是低油 因为现在外食的人 真的太多 然后不是讲到说 那个饮食你真的外食 然后吃了过多的油 然后重口味的东西 其实把这些部分 稍微简化一点点 然后就是蔬菜 水果 然后坚果类 好的Omega 3都在里面 对不对 坚果类 然后橄榄油 尽量让自己的饮食 跟生活习惯 作息培养完整一点点 然后再来就是 活到老 学到老 学任何东西都可以 对不对 你打打扑克牌 或者是你真的说实话 跟这个医生在聊天 或者跟朋友在聊天 其实也从他们身上学习 有很多很多的 只是看一本书 即使看书会想睡觉 只要里头有一句话 对你有帮助的 也是一种学习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黄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当然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家人或您自己本身 可能会成为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时候 当你有需要求助 或有需要咨询 或是要寻求正确管道 就医的时候 各位您可以先把 以上的这些咨询的专线 当然也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黄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好 别忘了 生活快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